今天厲害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其實之前有派過這間店 這間是頂號雲電城的紫鈴燈角 我們今天來這邊是有特殊目的 不是只要吃燈角 我們剛剛已經送體驗拿去跳了 那教室呢離這邊很近 我們就想說要利用這個時間呢 來找一下上次莎莎推薦給我老師的 第一次喝他的綠豆湯耶 對啊 這夏天才有 今天天氣真的超冷很適合喝這個湯 不要醬醬的吃 我們還點了一份地瓜葉 我們的燈角也來了 紫鈴燈角啊 它是屬於皮比較厚的比較有嚼勁的 所有汁都流出來了 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啊 是它的麵皮是非常Q的 然後它的肉啊 吃得到新鮮的味道 吃飽了紫鈴燈角 真的還是非常的好吃 今天要找林老師啊 其實非常的有名 像Joman啊 艾莉莎莎都有找過 那其實我知道這個老師呢 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舊式要對決 之後我就上網Google一下 他其實做這行已經做了17年了 那他呢 最擅長的事情呢 就是用卡羅牌解讀 解讀什麼 最難理解的部分 心裡的真正想法 這件事情我覺得超重要 因為有的時候你在迷茫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有時候人家給你一下 哇 你就通了 我今天其實最主要是想要問小朋友 小朋友 對 我們家有兩個青少女 那多大 一個15 一個13 是國中 對 國 等於一個今年等於升高1 一個是今年升國2 你看不出來 真的 現在要問男是哪一位 我想要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跟我兒子相處 好 那你想知道什麼 第一 我覺得 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有的時候 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需要讓他知道 可是他會很沒有耐心 沒有辦法聽完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 我不跟他講 我很難受 所以我自己很猶豫 我到底要講 還是不講 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好 所以你想知道的是 就是你們的相處的方式 以及相處上給你什麼樣的建議 對 以及他現在對你的想法 我們想一下 小朋友在上面 你的名字 兒子的名字 觀想他的樣子 他現在對你的感覺 以及你們目前關係的狀況 相處上給你什麼樣的建議 能達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下完洗牌 打散囉 打散 對 打散 打散 覺得OK就可以手牌 左手切一點牌 先下青蛙來 現在的兒子 兒子的樣子 他現在對你的感覺 你跟兒子目前關係的狀況 以及相處上給你什麼建議 跟這個孩子溝通 四張牌 再一張 老實說我覺得你兒子 對你的想法 其實他知道你很愛他 但是對他來講 你講的話 對他來講很悼念 我覺得你用錯方法 跟他相處 對 那我要怎麼樣跟他相處 我覺得你的個性 你會很希望你的兒子 好像什麼事情 他要很穩定的做到 其實你講的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你可能要換句話說 嗯 你要換你的方法說 否則你們兩個人講話 就變有功沒有通 嗯 因為你沒有辦法理解 他想要的是什麼 對 他知道你愛他 他也知道你希望他好 但是除此之外 他會覺得好煩 嗯 嗯 對就是現在就是這樣 你要學會去認同他 例如你要不要舉例一下 你們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嗯 像我們去菲律賓念書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已經很辛苦了 嗯 那他可能就是覺得下課的時候 他都想要做自己的事 可是其實到 我其實都有盡量就讓他做自己的事 直到最後一天 我們只有跟他說 我記得要收行李 哇 他連收行李都超不耐煩的 嗯 然後他就是覺得說 反正還有時間啊 嗯 我可以最後再收就好啦 嗯 覺得收行李其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他就是沒有辦法 馬上去把它做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對他來講 你就像一個檢察官一樣 然後時時刻刻 要讓他做到一百份 可是有時候對他來講 他就想要放鬆一些 嗯 你可不可以換個方法跟他說 欸 弟弟我真的覺得你很棒耶 很多事情你永遠都可以到最後一刻 可是 我知道你永遠在最後一刻 你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對 你永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欸 媽我真的覺得你真的很棒 讀書的時候可以好好讀書 完那時候你又可以今天享樂 我真的覺得你太幼了 你去發揮他的長處 來教育他或者是跟他相處 所以如果你可不可以去告訴他說 欸好 欸 我們先把這件事情做完了以後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幹嘛幹嘛幹嘛 你可以帶領他 例如 欸 弟弟我們明天要走了 那我們一起來收拾心理 那你幫媽媽什麼什麼好不好 那我們把它玩了以後 欸 我們等一下開始就要很開心的 好好玩了 嗯 你可不可以先帶領他 可是你要改變你跟他說話的方式 例如 你不能說欸 我覺得你那個要收好 欸 你不要用命令式 嗯 你要跟他一起玩 並且用他喜歡的語言去跟他溝通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隨心 這個人很重感覺 其實他絕對不是不能做 就是我不是不願意陪他做的事情 比如說陪他一起好整理房間齁 陪他一起念書齁 不是不行都可以 等一下 對他來一講 我沒有要你陪啊 對啊 這就是 這就是變成是 他會跟你說 他會跟你說 我會做 我一定會做 是 可是你會發現呢 隔天他還是什麼都沒有做 好 我想跟你講說 這是你們兩個之間很大的狀況 是 我真的覺得你要學會去信任他 好 例如 你不要覺得我是陪你在讀書的 你還說 欸 我媽現在我覺得 欸這個我不會 欸我們一起來看如何如何 你們 你要把它當作 這是你們兩個共同的事情 你不要覺得你在陪他 然後你要要求他 嗯 可是你要用一種 你們兩個對等的關係 來跟他溝通 不能覺得 你好像在上 你在要求他 你的牌子很愛面子 你知道嗎 他很愛面子 所以你要用激勵他 欸媽媽不會 那你教 欸媽 那個是什麼 你幫媽媽看一下 你要讓他覺得有成就感的 而不是你用自示的去要求他 欸柳雲老師 那這幾張牌 有代表什麼意思嗎 這張牌啊 他會覺得 他知道你很愛他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很愛你的 對他來講 我覺得你們的情感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你要知道 這不是每一個孩子 跟父母親的關係 都可以這麼好的 這張牌 聖杯滿意 也就是說 他一定很能知道說 其實你對他的愛是很滿的 但是 他總是覺得 你有太多的擔心 所以他覺得 你可以不要擔心嗎 可以嗎 你可以信任我多一點點嗎 對他來講 他很清楚知道 你希望他把事情都做得好好的 這張牌就是一個很穩定很穩健 該做按表操課 很像工程師工程老那樣子 很多事情很務實認識 認真的把它做好 這是他知道你對他的期待 但是 你講的這件事情他沒有興趣的 因為 你的要求我沒有興趣 所以你們兩個就會有很多衝突 就變成你講再多 你會覺得你付出很多 但是他都沒有在聽 所以有時候啦 就變成你花很多錢 你花很多力氣 但是你都覺得 這個付出跟結果 會得到一個很大的反效果 第二個我想要知道我女兒 就是她未來 以免現在是15 要升高1 對 然後他其實跟弟弟念從一間學校 可是他其實原本是很喜歡畫畫的人 然後他其實原本有想要走這條路 可是他覺得 念設計好像很難當飯吃 所以他現在很猶豫說他到底 要不要走這條路 因為他其實覺得 因為現在設計真的太容易被AI取代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 他其實沒有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念的東西 OK 可是他其實只剩今年可以選擇 好 所以想知道的是 如果他真的走設計的話 對他長期大未來 是不是加分的是什麼 對 設計還是說平面設計還是什麼樣的設計 一開始原本想要念的是服裝設計 對 只是他其實很猶豫 因為他覺得就是 因為AI越來越多 如果他發現有的時候你下了幾個字 那個圖甚至畫的比他還要好 所以他自己覺得 以後如果靠這行當飯吃 他可能會 所以想知道的是走服裝設計好嗎 嗯 是嗎 就是手機是服裝設計 對 想一想你的問題 好 手手切牌 請下心來想一下你的名字 女兒 對於你的手手補強 服裝設計有天分嗎 如果繼續走這個行業 狀況如何 我都會過來發點心意圖的 這首五張牌 你也壓力很大耶 老實說啦 我覺得女兒 在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她有想 但是 你說她真的想要全力以赴嗎 我覺得 她的決心其實還不夠強烈 對 那她對於服裝呢 她看起來確實有美好的夢想 但是 如果她沒有辦法堅持 確實 在這個行業 不容易 發光發熱 嗯 可是呢 她有沒有那個底子 我覺得她自己本身一定有一些美感的 但是 我覺得 如果要做這個行業 如果啦 她不改變的狀況之下 不容易 好 但是 如果她願意真的好好調整的話 你說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嗯 可是 當然這條領域 她要非常非常的拼搏 她才會有些機會 對 勝出的 因為她自己很清楚知道她畫的錯 可是比她好的態度 呃 當然我覺得服裝設計 絕對不是只有畫畫而已 她如果再去精進自己 她如果再去讓自己更多的歷練 老實說 戰車 這張牌是長大 打勝仗 這條路 絕對是一個挑戰的 但是 只要她願意 我現在可能 能力沒有贏過別人 但是我只要 我把 猶豫的時間 拿來練功 我把別人在休息的時候 我拿來練功 我不斷的突破我自己 打破我現在思維跟狂架 最後她會贏得勝利的 可是 這就是看她自己的決心 夠不夠強烈 我覺得她對每個事物 她是一個有期待的 是 她其實是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領域 或是工作氛圍 跟工作行業的 我覺得是 她其實是蠻明顯的人 喜歡這個行業 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她其實 找不到努力的動作 就是你的孩子 我對你教育的模式 應該是一個很快樂的教育 因為他們都有一種 會想要啦 可能 期待那個美好 但是 就是 在努力的這件事情上面 或許 曾經過去的時候 你幫他們做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 他們 決心跟努力 其實好像少了一點點動力 但是 如果她今天要在這個領域 做到卓越 她必須要努力 她有機會 有一片不錯的一片天 但是她絕對要努力 絕對要努力 好 回去再跟提拉講一段 可是你女兒其實蠻有想法的 她這個年紀 我覺得 就是 我比較難在跟她講什麼 就是我只能說 你知道就好 那你加油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現在自媒體 我已經經營了七年了 那今年有一個蠻大的變化 那我明年想要再跨回原本的實業 有實體的產業 我本業是做糕餅的 或相關的領域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有疑問 覺得可不可以 是不是 也想做糕餅 不一定是糕餅 因為我們這幾年的都是算是幫廠商 這一些商案 這不是屬於自己的 那明年我們還在規劃 還在想 就是 像我們本身也有拍旅遊 這也是一個方式 只是說我該跨回實業選組 實體 好吧 你先生幾月幾號 70年4月6號 4月6號 1號 想一下你的名字 想要歡迎喜開 喜開 好 老闆你今年 今年很多事情就是斷捨離 所以今年對你來講 這個流年 某種程度 我覺得會不會變過去 我覺得你明年 你會有一些新的機會 靜下心來 如果明年 有預計明年什麼時候嗎 明年年初 年中 過年吧 想一下如果明年 你幾個過後 往實體的領域發展 你幾個過後 五張牌 這張 我覺得 如果說明年去做這件事情 心中其實很多事情還沒有底 當然你很想要跨現在的狀況出去 可是現在這張牌 看起來會有一點衝動 很多事情還不夠具足 雖然你很想要去做這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明年如果貿然的去做實體的話 我覺得在金錢的能量上面 我覺得可能還不會這麼的豐盛 但是如果你用可能顧問的方式去跟別人合作 或許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 或者是什麼樣的意義 而不是你自己拿你自己 紮紮實實的錢出來做一件事 好吧你剛剛有說 你的糕餅 或者是你的甜點 這是你的強項 你或許去找一家 什麼聯盟 結合 我覺得對女人家還不錯 但是 我覺得合作 可是可以合作一些什麼樣的實體 的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OK 可是不建議你在這樣的時間 拿你自己的錢去開的實體的 不管是店面也好啊 辦公室也好啊 我覺得你可以跟你有些能力 才華才能是不錯的 但是 因為如果 你拿錢出來去砸 我覺得 可能你會覺得比較辛苦一點 可是 如果你拿你自己的專業 你拿你自己的知識 過去的經驗 拿出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反而是有利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跟別人做些什麼 其實 我會比較 跟別人做 當然是合作 會比較好 可是我老婆 會比較配上說 你要我自己做 可是你覺得他自己做 現在 那 當初我們開燒肉店 三個人一起合作 現在全部鬧翻 我就覺得這樣好 可是我的意思 可是當初跟現在還不一樣 那時候是不是拍自媒體的 還有就是 我覺得 例如 好 我隨便舉例 例如說 你可能跟你很厲害 在什麼樣的告辟 然後你們可能有一些 聯名一些什麼 也不錯 可是那又是你們自己的東西 一個什麼樣的合作 可是我覺得 他現在 如果他在哪裏鬥的話 我覺得 你們會把很多精力綁在這 錢感覺也卡在這 你們也沒有辦法那麼自由 其實對你來講 不見得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對 可是你們可以去找一些可能 你們也有興趣 那也不錯的一些企業 或是實業 其實合作 我覺得對你來講 他反而是價分的一點 另外一個 前年有買一間預售屋 在市區 所以我現在 是住在山上的房子 然後我跟我老 很習慣這樣的生活 那我想要問那間預售屋 到底有沒有必要要留著 留著你是說自己住呢 還是 就是自己 因為我要不要幫回去 就是他教我 我就幫不住 還是我應該要住在 現在的山上繼續住 那那一間我就先不要壓力 先賣掉 為什麼 那我放這邊 你看你要哪一邊是直的 你要哪邊是直的 就是 這樣還是這樣 對對對 看你 好 左手切牌第一個是哪一個 第一個是住山上 好 即將先來想一下 如果你繼續住山上 對你的方方面面結果 狀況如何翻得性如何 五張牌 第二 如果 翻回市區呢 五張牌 第二 如果 翻回市區呢 五張牌 我們先講說 如果住在現在的山上 我覺得住著住著 你會想在新街山上買房子嗎 因為我們是租的嘛 我們仲介 我們跟仲介聊過說 那房東要幫我買你的房子 其實我想過這些事情 真是還沒有去做 我覺得喔 如果說現在山上 你說很好嗎 我覺得現階段 或許我覺得是適合你 可是我覺得兩年之後 或許你們有一些變化 也因為住在山上啊 確實或許生活啊 各方面 它還是有一些沒有那麼便利 老實說保持性 你一定是住在市區還要好的 但是 你現在現階段的 你對你來講 你一定覺得住在山上好 但是如果以太長遠性來講 嗯 我覺得回來市區沒有好 我以保持性 我覺得會在市區會比較保值 所以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你要的是一個你現在在開心 還是你希望是 你買的房價的資產的保持性 是好的 我跟我太太原本的計畫是說 我們年紀大 一直有在搬回市區 都是在輕便 是 那因為這間房子 三年以後就要加入了 那時候我們還 還算年輕 就好像沒有必要那麼早 搬回市區 其實我們考慮也是次 所以我說啊 現階段感覺你搬 你住這邊我覺得是OK的 但是 我覺得你現在留這房子 現在對你們來講 我覺得會有一些壓力 嗯 有一些壓力 但是這個房子 說真的我覺得 你們到兩年後 我覺得你們還是會換欸 可能也不是這 也不是這 兩個都不是 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我覺得是 因為你的心態其實蠻敞開的 你不是只有 覺得好像只有ERBS跟那個 我覺得你們應該有一些變化欸 我覺得兩年後 可能還會變化 對我覺得還會變化 所以也不用現在 我覺得不用現在決定 可是我們沒有出國 有可 也不一定喔 真的真的真的 對 因為這些房子 因為這些房子 繳起來是有壓力的 是啊 所以你說會不會留 我覺得你們或許會賣掉 但是你們賣掉之後 你也不一定會留在你現在的 這個 或者你們有可能 真的去買到一些 你們更想要的一個房子 也不一定喔 可是我覺得兩年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我覺得你們應該還會 會在變化欸 對 我覺得 呃 或者是這個房東 有一些什麼 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你們有機會啦 其實會看到一個 更適合你們的房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不用擔心 但是這個房子 確實 如果你真的覺得 感覺賣掉 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因為這個房子 看起來怎樣都 不會讓你賠錢 那我覺得你應該想的是 有機會 你一定會選擇 福地福人居 你一定有機會 遇到一個更適合你的房子 老爸 我覺得你今年啊 很多事情 你今年啊 成果這一面 因為你今年走得流年啊 學會斷舍利 你今年越要什麼越沒有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明年的機會 明年之後的機會 會比今年好很多 所以你今年要學會的是 任何事情努力了 但是你要把結果放不下 不管你今天做任何的影片 做任何的投資 保守為一 但是盡全力 努力了 但是把結果放不下 所以今年不適合太去衝 或者是 今年談合作 你可以談一談 多聊聊 可是 不要糾結說 我一定要什麼 因為今年當你越要的 是越沒有的 所以當很多事情 就是盡力了 當然做很多事情 你還是要努力 可是你把結果放下 你反而會獲得更 我們算完了 我覺得老師算得超級準 欸我覺得老師 完全就是講得實實在在的話 完全沒有想安慰我的意思 我覺得他有解到我們的疑惑 就好像像山上的房子 跟預售屋這件事情 最近一直困擾著我們 也許都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你覺得你的部分 你有什麼心得 因為其實最主要我是問小飛雕 那他其實我自己覺得 根本沒有看到Pienna 也沒有看到Yoyo 可是他們兩個的個性 真的就是反應在牌上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對塔羅是很有興趣 因為我真的覺得 你可以通過這個翻牌的過程 得到你要的答案 然後我們剛剛跟如映老師聊天 他剛剛跟我們說 他現在還有拍線上課程喔 而且整個課程是老師自己上課 有10個小時欸 透過塔羅啊 你可以更了解自己的事業啊 家庭啊 財運啊 或人生 就可以更了解自己 那如映老師呢 他整理了他這17年的經驗 你呢就不用再被卡牌的意思了 他把它整理出精華當中的精華 你呢 只要吸取他的經驗就可以 他這課程其實非常適合啦 就是你對塔羅有興趣的 當第一門你了解塔羅的課程 那像我呢自己呢 本身是知道塔羅 可是呢 他的意思 我要怎麼樣讓他靈活運用呢 不是很熟的 也可以用這一門課 我們會把 如映老師的塔羅實戰促成班 相關的連結都放在底下 你呢可以在裡面學到 愛情人際事業全方位的人生解答 不要忘記輸入老爸折扣碼 可以折350塊喔 折扣碼在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times человеч 在 兩位 head не 我在 пgr her 。 明 先 往 半 感谢观看